在房间我听过家族排列 那什么是家族排列呢 它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呢 在我这里我是把它称为叫做系统排列 我没有刻意把家族放在前面的原因 是因为家族它有一点点限制 就是好像大家只想到家人 爸爸妈妈啦 然后自己的亲朋好友的状况 所以叫家族排列 可是其实我会把它取名叫做 就是系统排列的原因 是因为它里面 局番说你的金钱观啦 你的金钱信念啦 然后或者是你有一笔钱 你不想要去投资哪里 都可以用这个来排列 那当然它也可以去排列 家人关系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就能在你劈腿不劈腿 这个问题的解答 然后或者是说 你跟你的上司下属的关系 到底好不好 然后在办公室到底 怎么样跟他相处 你带团队到底带的 有没有带到心里面 然后或者是 大部分有些只有 一点点会去跟你的 往生的亲人有一点点关系 有些人在做梦 特别会去梦到 往生的一些亲朋好友 来找你的时候 也会用这样的方式 去做一个整理跟归纳啦 那它有一个很特别是说 它的特色就是它是团体 它必须要很多人 那这一堆团体 你可以是你认识的 或者是你不认识的人 那我自己在网路上招募啊 那每个人会针对自己的课题 觉得我想参加这一次的主题 那也许就会报名来到这里 那来到这里之后呢 就一堆人 那这堆人你可能认识 也可能曾经你在我的其他的课程 可能就已经上过课 认识的同学 那也有可能你是第一次见面 那我做到目前为止啦 有一些就是从北中南 他自己愿意搭车来 然后在这边住宿一晚 然后就来参加这个课程 因为我的课程只有一天的课程 那在课程里面 每个人都会去带到 你们自己的问题 那在里面你会去代表 也许是你自己 比如说你是金钱代表 或者是你是储蓄代表 或者是你可能是美金代表 或者是你就是路人甲的代表 那总之你在里面 你会有一些跟人之间的互动 你就是会有一个代表 那你会去记录下来 然后去整理自己 那他对你的收获 其实就会从里面 去有一些动物跟觉察 那你会去 toler 那我会去带掉 那不肸呢 上面 谢谢观看